魏善唐局部图文,秦币城,齐齐哈尔市建华区,冬二道街97号附近,在几年前新建的居民小区中间,有一处青砖青瓦的四河院,虽然年久失修,外观破旧,但那古谱建筑上的翘脚飞檐和砖雕事物,依然古月悠远,精美非常,仍能让人感受到当年官患人家身宅大任的壮观辉煌,这就是齐齐哈尔果市家族故居,魏善唐所在地。 据魏善唐果市宗普记载,清康熙22年1683年,果市家族武士族果有公,果进公等兄弟五人帅族人,跟随黑龙将将军放步速北征罗刹,果市族人临着英勇,屡立战功,获得康熙皇帝与此封赏,雅克萨战役胜利后,康熙38年1699年,果市族人随将军移住齐齐哈尔,在补奎城住屋定居,繁衍生息,迄今已有319年,精美专镖魏善唐, 又称令德堂,经过市家族几代人间新营建,至清光绪中期完成,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,这套扩建后的果市老宅,新中国成立初期还保存较为完整,门超院落格局都没有改变,房屋均为砖瓦结构,是典型的清代四合院建筑,院落分南北四合院,北院南开门,南院北开门, 临街朝东,由北至南有六间门市房,市商铺用房,北京老城及沈阳老街,常见这种式样的店铺,装饰形式主要是运用青砖的多角度变化和精美的砖标,来美化门楼,三座门楼分别悬挂着大夫帝,天保号,天保当三块大匾,依次由北向南而台,大夫帝这块大匾是光绪地狱书,蓝底金字,显得格外富丽堂皇,高贵典雅, 大夫帝名号来自于九世农英安,十一世果松路,也存俩官职军为奉政大夫,故宅比明大夫帝,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,现在的魏善堂仅是两正两相四间房,而且房屋年九世修,已成为房,如不抓紧修善保护,将会很快灭尸,成为齐齐哈尔不可弥补的损失,北正房局部在魏善堂宅院集屋内,有事有令德,德流去思,善与人同,宁静致远,蔓延竹漏财堂聚, 细嚼梅花如汉书,先圣阁老魏玉宝,祖宗一信笔万金,继先祖一脉直传克勤各简,教子村两行正路为独为庚等贬牌,后堂有两条盘柱巨龙飘客的火龙活现,可惜没有保存下来,正门与后堂听上的壁画八心俱欢,张松县图,莫同婉归等行神兼备,利益高远,寓意深长,彰显了更多世家的书香传承,东厢堂局部魏善堂,堂有国画数十幅,静平标多幅, 尼祖福雕数个,无异类同,各具千秋,清代光绪的诗,晚清第一书画家翁同苏给过松路提词,松陈人士雅正,当官司于物有己,凡是求其必所寻,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魏善堂中堂悬挂翁同苏提莲,家居林凤世泽地,福寿绵长陆魏昌,历经几百年风雨,魏善堂诸多书画师稿台扁丧师殆尽,令人欣慰的是,魏善堂果市宗谱,至今幸存于齐齐哈尔市图书馆,果市宗谱中记载着祖辈的功绩,也反映了老补魁几百年的丰厚历史,西乡房局部过去, 富丽堂皇的魏善堂虽是官坏富豪之家,但果市家族一向保持是有令德的良好家风,倡导爱国爱家,历志后代积极向上,释手耕读,奸习五倍,学有所成,报效国家,果市后人致力于慈善事业,乐善好施,福威济混,固有善与人同的美名,南正房局部魏善堂救居虽然是果市家族的私宅,但也是齐齐哈尔重要的文化遗存,它不仅仅是一处建筑物, 更是反映齐齐哈尔历史的实物地方制,它背后的故事,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包含着爱国爱乡的彻热情怀,保护好这一历史建筑,是政府部门和中华文化继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,史料来源,齐齐哈尔市政协出版,齐齐哈尔文史资料,29集果德勇,崔树昌,杨树青相关文章